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美食故事时光》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祖母的薄荷酱,清新的夏日记忆 二,父亲的海鲜炖饭,海洋的馈赠 三,婚礼前夜的甜酒酿,祝福的味道 内摩,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祖母的薄荷酱,清新的夏日记忆 当然,我亲爱的听众们,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的长廊,回到那个没有空调,没有冰箱冰淇淋的年代 当夏日的热浪如同一只不寝自来的烤箱,把每个人都烤得半熟时 那时候,我们的祖母们,他们可是那个时代的清凉使者 想象一下,那是一个慵懒的下午,柴鸣如同天然的交响乐,正在为夏日烈日进行着不间断的演奏 而你,正坐在祖母家那扇摇摇晃晃的吊床上,手里拿着一本已经翻到发黄的故事书 突然,一阵清新的薄荷香气飘进你的鼻孔,那是祖母正在厨房里盲目的信号 她的薄荷酱,啊,那可是家传秘方,传说中含有夏日凉风和春天的露水 祖母会在最炎热的时候,拿出那个装着薄荷酱的神秘小罐子 那罐子,据说是她的祖母从一个远方的旅人那里换来的,有着神奇的力量,能够保存薄荷的清新 她会把薄荷叶子洗净,然后用她那双宝金风霜的手,轻轻地捣碎,就像是在施展一种古老的魔法 加入一点点糖,一点点醋,还有一些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命理成分 然后,就像是炼金术士一样,她会小心翼翼地将这些混合物煮沸 直到它们变成了那种能够让夏日热浪褪散的神奇薄荷酱 当你品尝那薄荷酱的时候,那清凉的感觉就像是从舌尖直冲大脑,让你瞬间忘记了夏日的炎热 那不仅仅是一种味道,那是一种时光的味道,是童年的味道,是祖母爱的味道 而现在,当我们在空套房里享受着冰淇淋的时候,偶尔也会怀念起那个夏日的午后 那个摇摇晃晃的吊床,还有那个装满祖母爱与智慧的薄荷酱 这不仅仅是一道简单的调味品,这是一段历史,一段传承,一段关于家庭和爱的故事 所以,下次当你在厨房里尝试着制作薄荷酱的时候 不妨也加入一点点回忆,一点点微笑,还有一大勺的爱 这样,你就能够制作出不仅仅是清凉,而是温暖人心的薄荷酱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父亲的海鲜炖饭,海洋的馈赠 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来谈论这个美味的话题 父亲的海鲜炖饭,这不仅仅是一道菜,它是家庭传统的味道,是海洋馈赠的盛宴,更是一段段温馨的回忆 首先,我们得承认,海鲜炖饭并不是一道简单的菜肴,它是一门艺术,是一种科学,更是一种魔法 想象一下,一个穿着围裙的父亲站在厨房里,他不仅是家庭的顶梁柱 此刻更是一位大厨,他的魔杖是炊具,他的魔法咒语是食谱 而他的魔法药剂则是那些新鲜的海鲜 海鲜炖饭的制作过程,就像是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海洋探险 首先,你需要一群勇敢的探险者,各种各样的海鲜,比如鲜嫩的虾仁,肥美的一倍 滑嫩的鱼片和带着海水气息的隔离 这些海洋生物,曾在蔚蓝的大海中自由游异,如今却成为了我们餐桌上的美味 接下来,就是将这些海洋的宝藏与米饭进行完美的结合 父亲会像个炼金术师一样,精准地掌握火候,让米饭吸收海鲜的精华 同时保持米粒的完整和弹性 这个过程需要耐心和经验,稍有不慎,就可能变成一锅粥,或者更糟,是一锅浇糊的悲剧 但是,当一切都做得恰到好处时,那一锅海鲜炖饭就像是海洋的赞哥 每一口都能让人感受到波涛汹涌的海浪,感受到渔民的心情和大自然的慷慨 而父亲,那位默默站在灶台前的男人,他的每一次翻炒都充满了爱与关怀 他的每一次品尝都是对家人幸福的祈愿 最后,当这道菜要端上桌时,它不仅仅是一顿饭,它是家的味道,是父爱的象征,是海洋赋予我们的礼物 我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这份馈赠,不仅是在享受美食,更是在传承一种情感,一种文化,一种生活的艺术 所以,下次当你品尝到父亲之所的海鲜炖饭时,不妨深深地吸一口气,闭上眼睛,让那满满的海洋味道,带你穿越时空,感受那份来自深海的爱与温暖 毕竟,这不仅仅是一顿饭,这是一个家族的传说,是一段历史,是一次心灵的旅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婚礼前夜的甜酒酿,祝福的味道 好吧,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那些古老的婚礼前夜 当时的空气中弥漫着甜酒的香气和即将到来的喜悦 在很多文化中,婚礼前夜是一种仪式,几乎和婚礼本身一样重要 这个夜晚充满了期待,紧张和最后一刻的准备,而甜酒则是这一切的甜蜜象征 甜酒,这种酿造的艺术品,通常含有较高的糖分和酒精 它不仅仅是一种饮料,更是一种祝福 在古代,人们相信甜酒能带来好运和繁荣 因此在婚礼前夜饮用甜酒,就像是给新人的未来生活加上一抹甜蜜的庇佑 想象一下,古代的家庭聚在一起,围坐在火光摇曳的房间里 随着夜色的降临,他们开始分享故事,传递着家族的智慧和历史 而在这个温馨的场合中,甜酒的角色就像是一位幽默的老叔叔 总能适时地缓解紧张的气氛,让人们的笑声和谈话更加愉快 有趣的是,甜酒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名字和制作方式 在古希腊,人们引用成为甘露的蜂蜜酒 而在中世纪的欧洲,甜葡萄酒则是贵族婚礼的标配 在中国,甜酒酿则是用糯米和酒区制成 不仅在婚礼上受到欢迎,还常在节日和庆典中出现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如果甜酒能说话,他可能会这样自夸 亲爱的新人,我是你们婚礼前夜的VIP 没有我,你们的庆祝可就少了份味道 我是甜蜜的化身,是幸福的预兆 是你们爱情故事的甘露 请小心品尝,不要贪杯哦 否则明天的婚礼可就要看谁来附着谁走哄淡了 在现代婚礼中,甜酒可能已经被香槟或其他时髦的饮品所取代 但它在历史上的角色和象征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婚礼前夜的甜酒酿不仅仅是一种饮料 它是对未来的祝福,是对爱情的赞歌,是历史长河中不变的甜蜜记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所以,下次当你举办婚礼或参加婚礼时 不妨提及一杯甜酒酿 让它成为你爱情故事中的一部分 让甜酒的甘甜和祝福一同流淌 让它成为你们爱情旅程中的一道美丽风景线 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们一同分享这份喜悦和祝福 让他们品味那甜蜜的味道 感受那无尽的爱意 那么,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祖母的薄荷酱 父亲的海鲜炖饭或婚礼前夜的甜酒酿有什么样的回忆或故事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你们留言并分享你们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中的甜蜜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